字面函数是相对于内建函数 所谓的内建函数我们前面讲过了 在插入函数的时候 这边有很多类别 全部里面从头到尾 大概有250几个内建函数 是Excel它已经写好了 那它提供一些功能 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可是如果那一个功能 或那个方法里面没有的话 那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必要呢 自己把那个函数给变出来 OK那常常问我说 有没有哪个函数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大部分其实都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呢 你就要把它变出来 那要怎么变出来呢 我这边举一 因为上礼拜有做过啦 手机函数有没有 其实这个东西 手机函数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 它会跟我要三个东西 我给它三个资料 那它会给我什么呢 给我最后的正确的结果 并且返还到储存格 点它两下结果就出来 这个叫制定函数 也就是如果你工作里面 很多地方你习惯用函数的话 那你可以把那个函数写出来 以后就直接 按下去 只要反正后面都已经写好了 你也不用管那个公式怎么写 不然的话呢 你每一次都还要再写一次那个公式 现在蛮不方便的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把那个函数写出来 制定函数哦 所以我刚刚这个是已经写好的了 所以我把这个部分的资料删掉 它一定是一个方选 好 那一特别重要 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产生一个叫手机的函数的话 那我就可以了 插入程序 跟刚刚一样 把名称打上去 叫手机 OK 手机 好 因为最近 这个 最近499 这个 蛮热门的 好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特别注意第二个 请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制定函数的话 你就不能用sub 一定记得哦 最大的差别在function 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是按按钮的话 一定是sub 如果你是制定函数的话 一定是function 记得不要选错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 怎么办 自己产生一个函数 所以记得请你把它选 形态的地方 选择function 这个地方改就好 其他不要动 下面有效范围 你不能改private 这个有效范围指的是 别的地方能不能存取得到 OK 不过预设是public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自己的专案 一个专案 如果你要给别的专案 也能够存取的话 那你预设当然是public OK 如果不允许的话呢 那你用private 那特别说 这里的话 你不能用private 你不能用私有 私有的话 你插入制定函数 其实你还是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它不给其他地方分享 包含就是说 我们excel里面 它也不能分享 所以记得下面这个部分 有效范围 不要改 一定要用public 公开的哦 这地方不能改 之前好像大部分同学是没有错了 不过好像之前有同学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要试吧 因为把它改private 就找不到原来写的制定函数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改function 要按确定 好 那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function 跟sub最大不一样是 sub有点像 那个直达车 到那里就算了 它就抵达目的地了 那function它不是 方圈是有点什么 它跟你互动的 请问一下 你是要 什么行程 那你什么时候要到 它反正就会跟你互动 所以呢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请问一下 那个你这个手机号码 那你要我帮你怎么 串接 你要我串接 可以 但是你要告诉我三个讯息 哪三个讯息呢 就是电信业者 门号区码 跟门号末码 你要告诉我啊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帮你 OK 所以它有点像是互动式的哦 那sub的话呢 它不用互动 它自己去上面抓 有没有 刚刚我们不是它sales吗 sales实际上就是去 你的工作表里面自己抓资料 那function是跟你互动 你要给我就对了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去跟 使用者要资料呢 第一个 你就把那个上面这三个名称 因为我们偷懒一下 因为刚好就这三个名称 Ctrl C 放在哪里呢 把它放在这个刮壶 手机 这后面有个刮 其实就是跟它要资料的地方 请你告诉我三个东西哦 所以呢 这三个东西把它贴到这里来了 那中间大家斗点就对了 所以哦 它的规则一定是 电信业者先给我一个 门号区码再给我一个 然后呢 门号末码再给我一个 那后面就后刮壶了 所以其实我刚刚贴上 主要是贴这个蓝灯打 就这样哦 当然如果你自己要打 你可以重打也OK吧 好 第二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呢 它会提供给我这三个讯息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帮它把它串接完的结果 再返还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返还对不对 它一定会先返还给自己 它会先把最后的结果 刚刚是丢到Sales里面 不过呢 Function比较特殊 它是先丢给自己 那自己再丢到 游标放的位置 OK 所以哦 怎么做 一把手机这个名称放在前面 所以我的习惯 把这个复制贴上到前面 二的话呢 等于什么 等于 一样哦 09 所以打一个09 就是你帮它串接 end什么呢 end再来后面就是一个电信业者 所以我要需要一个电信业者 电信业者它会提供给你 所以你就把电信业者这个讯息 串接到后面 所以我的习惯是复制贴上了 不过复制贴上有个比较快的方法是按Ctrl键拖拉过来就可以 然后呢 再end一个简的符号 再end什么呢 哎哎 门号区码 不过门号区码你可以用Format 所以这边一样 跟上面是一样的做法 Format什么呢 把门号区码格式化成三码 所以门号区码在Format后面 Ctrl键按住 你可以拖拉了 这样比较快 d点 然后呢 00 000 双名号结束 后刮弧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结果串完之后呢 丢到手架 不过现在还没有好 后面还差什么 差end 然后把什么呢 复制到后面去 Ctrl键按住 其实可以再复制 然后把门号区码改成门号末码 所以这个门 改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制定函数呢 就大功告成了 就这样而已啦 一行没有很多 但是都是观念问题 OK 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道理 只是说那个逻辑跟Sup 完全是不一样 第一个 插入一定是用Function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提供三个引数给它 放在刮弧的后面 第三个就是说呢 返还给谁呢 返还给手机自己本身 把后面的东西串接完之后 怎么样 它会先丢给手机本身 那你如果游标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储存格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后面东西呢 会先丢给自己手机本身 那手机的话呢 这个方权会看你现在游标要放哪里 会把结果再丢到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有点像什么 好像是一个问答题 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把结果告诉你 放在那边 那来试一下 如果你程式都没打错的话 理论上就是游标放在这里 插入函数的时候 那使用它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已经有增加一个 制定函数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类别的最下面 一定会有个使用者定义 但如果你做错的话 比如你刚刚插入函数学 Sub的话 那就不会有 一定是Function Function才会有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哦 手机就出现了 按确定呢 它会跟你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呢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三个资料 三个 有没有 这三个资料就是 刮壶后面那三个 所以你会发现哦 刮壶后面如果你打中文的话 这边会显示中文 但如果你打英文的话 这边就会显示英文哦 OK 它会 刚刚好就是函数的引数哦 那当然这个时候 你可以透过什么 选取某个储存格的方式 丢一个资料给它 11丢到电信业者 84丢到区码 7丢到末码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刚不是有接收 接收到之后呢 也去帮它串接 那串接完之后的话呢 就把结果丢给那个手机 自己本身 哎 结果就出了 然后它就把这个结果呢 再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哦 所以其实那个流程 就是有点这样 这边是一个什么 这边丢过来 这边丢过来 哦 OK 等于是说 有点像是一个互动的结果了 哦 然后呢 哎 结果呢 串接完 丢回去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哦 OK 好了 之后跟我按个确定 好 然后呢 最后那底下 不用跑回圈啦 直接点两下就好 OK 好 这就完成 所谓的制定函数部分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因为这个 其实程式不困难 主要是理解 所以 如果你这些东西可以理解的话 那以后要制定函数 就变得比较简单 目前来看 那你就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当然呢 如果你经常用到 我还强烈建议 你干脆就制定一个函数算了 以后的话 你工作 就不需要去想 那个公司要怎么下 反正做好 点两下不就OK了 另外那个 程式如果太长 换行的规则 跟刚刚的SARB一模一样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个部分 就是制定函数 好 基本上是个减数 混音 到底是 ya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